我来到当哥古城已经有半个月时间了 这些天来古城一直下雨 所以最近我一直都待在古城没有继续出发 古城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慢 我每天起来都会去林地附近的一家报纸店去买早餐 那里的早餐很便宜 馒头两块钱一个 酸奶三块钱一碗 我每天都会买酸奶和馒头回去营地吃 我要一个馒头还有一个酸奶 好呗 看起来了啊 可乐和朗朗每天都会在营地 期待地等待着我回来 无论什么时候见到我 浪浪和可乐都特别的高兴 尾巴咬得特别的起劲 我们坐在屋檐之下躲避着外面的风雨 手里是热烘烘的馒头还有新鲜的酸奶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带着狗狗过着漂不无依的生活 外面也是下起了淫雨绵绵的小雨 但吃上这口热腾腾的馒头 内心却觉得异常的踏实和欢喜 我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感觉很高兴 明明露宿街头 风雨交加 在很多人眼里是很不幸的遭遇 但内心全意就觉得很高兴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会想起 十年前当初来流浪的情境 当时的我身上只有一千多块 靠着摆地毯维持生活 每天就是在外面扎营 到饭馆里面去收生菜生饭给狗狗吃 可以说生活是过得有点糟糕 因此也会有很多人过来教育我 我的人生该怎么过才可以成功才可以幸福 他们说流浪是没有前途的 流浪到最后只会一无所有 要成功要幸福 得早工作发展事业 捐够钱呢 只有买车买房 娶老婆 能够做到这样的人生 才算是成功有意义的 而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途径 也很简单 就是赚钱 如果这世间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所有的成功和幸福 都与钱可以挂钩 当时的我确实很想成功 很想拥有平凡员的幸福 但我内心还是很疑惑 要想拥有幸福 真的只有成为成功人士 才有资格拥有吗 旅行是我初来浏览的第四个年头 这些年来从广东浏览到青海 翻过很多的山 走过很多的路 也经历过很多的事 但我还是没有成为别人所期待的那种成功人士 我没车,没房,也没老婆 依旧跟狗狗相依为命 或者风擦露宿的生活 但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和痛苦了 相反,绝大部分时候还是不得蛮开心和自在的 就是下雨天吃着馒头 都会觉得很满足的那种开心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满足和开心呢 或许是这些年来经历的苦难比较多吧 其实最近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他们过得并不是很老 有一个有几百万的房产 因为夏天的一场火灾 房子消灭了 十几年来的努力到头来都白费了 而也生了官司需要去烦恼 有一个结婚已经很多年了 最近也老离婚 其实两个人也没犯特别严重的问题 好像是生活中的各种琐事 而吵得不可改交 为了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 为了相处起来不公平 有他没他都一样 每一次的吵架 女婚的恋头也会越来越强烈 还有一个朋友 因为身患重病的原因 所以早早就退休了 每个月有两千块的退休金 但两千块在杭州这大城市 根本不顾化 而且绝大部分钱 还是要留来买药吃的 再加上跟家人的官司 也是相处的不是很好 也是天天吵架 所以最近他也是很迷茫 以后的生活到底要怎么办 其实刚刚说到的那三个人 他们烦恼的 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面 还有很多糟糕的事情 我没有展开说 比如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要面临牛脊的问题啊 这当中跟同事们之间的 勾心斗角 还有借出去的钱 怎么也追不回来 早七早八的赵先生 就不一一细说了 唯独看看过往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的生活都充满了各自的苦劳 了解到的人多了之后 就会渐渐的发现 不论是事业有成的 长得漂亮身材又好的 一些成绩好又考上好大学的 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甚至出人头地 获得很多人赞美的 不论是处于何等优越的位置 拥有多少别没有的财富 只要是个人 人生当中就注定了 充满各种各样的磨浪 不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叫苦海了 我渐渐地明白 为什么只是简简单单地吃一个馒头 都会觉得很踏实很幸福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不容易的 因为在我吃馒头的时候 有些人失去自情 只能以泪洗脸 有些人重病在床 喝一口走水 都觉得很痛苦 有些人破产清零 还要面对在主的门番追讨 这样现在自己还是一重二百 最起码自己是健健康康的 人面的亲朋好友 也是健健康康的 最起码现在自己是自有自在的 像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在很多人眼里 是遗产的宝贵 是因为了解过人生便是苦海 像吃油脂的安宁品和 可以吃的每一口馒头 都油脂的踏实和幸福 四年前周围的人给我定音的幸福 就是有钱有房有车 我觉得这样的幸福 实在是过于的奢侈和让追求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过于的痛苦了 这种需要各种昂贵的前提条件 才配拥有的幸福而成功 不是我想追求的 我想真正的幸福 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拥有的 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有资格拥有的幸福 这种幸福是经历过苦难之后 繁华褪去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源于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 没什么大灾大烂的平凡感 源于能感受到别人的喜怒哀乐的同理性 源于不会被物欲和仇恨所支配的亲近心 我想这才是我想追求的幸福和成功 哪怕我依然是一个重困了到的流浪汉 但我的生活 我的内心 依旧是幸福和快乐的 我是乐浪汉 一个带着狗狗 从广东流浪到新疆的流浪者 关注我吧 让我旅途记录的故事 治愈你的生活